嗨,大家好,我是秀初娘,又到了吃大枣的境界了 市场上什么样的大枣都有 今天我与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才能挑到好吃的大枣 一起来试试吧 首先,在挑冬枣时,存在两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冬枣不是越大越好 个头大的冬枣,相对大小适中的冬枣,甜度要差很多 如果个头特别大,而且颜色比较轻 很可能是打了膨大剂的 这样的冬枣就不要买了 第二个误区,冬枣不是越红越好 全红的冬枣也并不一定是自然成熟的冬枣 真正自然成熟的冬枣,表面颜色是由青变黄再变红 青黄红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 红色和黄色偏多一点的冬枣,甜度就更高一点 接下来再和大家分享一下其他挑选冬枣的小技巧 第一招摸一摸,取一个冬枣在手中摸一摸,看看冬枣表面有没有浮灰,是否发黏 如果外表没有浮灰还发黏,有可能是糖精水泡过的 如果表面有浮灰摸起来还比较光滑,就是自然成熟的冬枣 第二招,捏一捏,轻轻捏一下冬枣,如果比较硬,则是新鲜的冬枣 如果比较软,那就是不新鲜了,不要购买 第三招,看整体 在挑选冬枣时,要选表皮饱满的,不要选有褶皱的 如果表面有褶皱,证明存放时间比较长,已经脱水了 再就是看冬枣表面有没有坏点和腐烂的地方 这样的冬枣就不要购买了 第四招,尝一尝 这一招也是最直接的方法了 取一个冬枣尝一尝 自然成熟的冬枣,甜脆可口,有自然的果香味 如果是糖精水泡过的,虽然吃起来很甜 但是味道不正,也不脆 这样的冬枣就不要购买了 有关挑选冬枣的小技巧,就分享到这里 您学会了吗?喜欢我的视频就点赞支持一下吧 下期见